中国女排已经达成高铁前往南京参加总决赛,球迷们期待已久的大名单也新鲜出炉。 女排训练对于本次女排乘坐高铁二等座前往南京,球迷们已经意见颇多,但是看到女排队员欢笑自拍的照片令不少球迷平静许多,由不得不联想到国族的包机专机出行。 女排姑娘乘坐二等座决战南京,本次女排联赛总决赛,首场中国VS和蓝江云27日晚间19点15分开赛,但是关注女排的球迷可能需要了解播放平台的内容。 本次比较特殊,因为恰逢世界杯期间,CCTV5将决定不直播女排比赛,只有在周五二十九日晚的一场小组赛中国VS8稀有直播。 女排比赛直播节目表,如果有球迷需要关注全城的南京女排总决赛,那么需要关注CCTV5家或者网络播放平台CNTV。 本次CCTV5不直播女排比赛,令广大球迷十分愤慨,因为本次赛程并不与世界杯有冲突,反而是接续播放。 网友,这个其实都是为了利益,世界杯广告上值钱,开赛前几个小时的节目和广告都是千金难缓,直播女排比赛完全不值得。 女排加油球迷们众说纷纭,首战取胜,接下去在周五对阵巴西如果能够继续取胜。 那么小组出现后进入半决赛,就看CCTV5的反应了。